外地球觀察站 我是主持余小玲 最近埃及爆發流血衝突 而在衝突裏面有幾十間基督教教會 受到回教極端分子以暴力襲擊 甚至放火焚燒 而我們訪問了埃及當地的信徒了解情況 這個片段來自路透社 據說8月16日 埃及明亞省一間基督教聖工會教堂 被放火焚燒的情景 自從7月3日 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政府被推翻之後 支持他的政治組織 穆斯林兄弟會示威者 就佔據在開羅的兩個主要廣場 並且在全國各地都有暴力報復行動 針對的目標包括臨時政府和基督徒 8月14日 埃及軍警以武力鎮壓 驅逐佔據在首都開羅的穆斯林兄弟會示威者 引來國際社會譴責 亦令穆斯林兄弟會在憤怒裏面 將暴力報復行動急速升溫 路透社報道 8月14日以來 埃及多個省市的基督教教堂 被攻擊和搶掠 USA TODAY報道 在九個省份都有教堂和屬於基督徒房屋 和庭教堂和庭教堂 我們也要罵出的 新的敵人的敵人 包括警方的警方 後來基督徒曾佔全國人口的大多數 幾個世紀之後 阿拉伯人攻佔埃及 回教開始盛行 今日 計上東正教 天主教 和基督新教在內的基督徒人數 只是佔全國超過八千萬人口 裡面的百分之十左右 屬於少數族群 在主張要令埃及成為回教國家 實施伊斯蘭法的穆斯林兄弟會 所支持的政權被推翻之後 基督徒就成為了其中一個報復的對象 我們訪問了開羅近10月6日時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 他說過去這個主日 很多教會都要停止聚會 一間一會兒去祈禱 我認為他們身處理 他們住在寶寶 他們不可以走到自己的家中 喀迪木斯說 教會目前並沒有收到有人受傷 或者財物損失 而埃及聖經公會網站8月14日登出公開信 表示有兩間在不同城市的書室被人破門移入 玻璃廚櫃打爛,聖經和書籍被放火燒毀 幸好當日書室因為擔心被襲擊而關閉 沒有造成傷亡 信裡面說,雖然基督徒遭受財物損失 但並不代表是事件裡面唯一被針對的對象 又提出以下代討事項 原政府在盡量減少傷亡的情況下 拒散剩餘的示威人群 盼望今次一系列的慘劇 不會令穆斯林兄弟會更加和社會異化 而是希望他們能夠融入埃及社會 又求主保守埃及各地基督徒的財物 幫助基督徒可以用一個原諒和愛的心 去對待這些將自己當作敵人的人 目前埃及的動亂仍然持續 瑪迪牧斯也請大家為政局祈禱 埃及基督徒是中東最大的 基督徒群體在周邊的其他國家 屬於少數群族的基督徒 處境同樣充滿考驗 如我們都紀念這一班弟兄姊妹